大家都知道印度有一艘航空母艦在建立了很多年 那艘叫做《華克蘭德號》 《華克蘭德號》在1999年印度國會批准了要做 結果去到2009年十年之後開工 本來原定在2014年服役 但是大家知道拖到2015年第三次下水之後才開始 裝備艇裏面的各種裏面用的東西 西藏包括在航空母艦上的控制台 即是一個控制塔 或者一個島 然後就是動力系統 各種各樣的東西 現在看樣子這東西差不多可以了 他們的國防部長昨天訪問了這艘船的造船廠 發表了一些照片 看到照片裏面都刺樣了 航空母艦上的島已經建好了 估計會在今年的九或十月開市 回顧中國航母之夢 在遼寧號開始 中國的遼寧號 買空殼回來 然後自己再改裝 接著做了另一隻山東號 山東號就抄遼寧號改小小 現在中國正在做第三隻 自己全新設計 中國前兩隻都是畫約式 起飛 即是甲板 微微向上曉起 印度這隻都是甲板向上曉起 所以要靠飛機本身的動力 起飛 相信中國的第三隻應該是彈射式 即是彈簧這樣射飛機出去 而中國很可能一用 就不是用蒸氣彈射 直接用電力彈射都未定 遲些我們等第三隻出來才知道 相信中國的第三隻航母 亦都會在差不多時候今年的下半年度 應該可以海市 即是說話說 中國的第三隻 和印度自己建的第一隻 可能都會差不多是明年年中左右 可以交付海軍使用 但中國建完第三隻之後 會繼續建 我相信 因為沒什麼理由不繼續建 但印度已經表示 建完這隻之後暫時不會再建航母子 會將精力集中做潛水艇 他現在打算再建三隻 常規動力的潛水艇 他的發展和中國各海軍發展 很明顯 那個步伐相差很遠 中國快很多 這個大家都明白了 印度工作是賣套私利的 所以我相信 他現在這隻航母做了之後 可以服役之後 我想他還有很多 各種問題需要解決才能夠產生 真正的戰鬥能力 他的潛水艇那邊 又看看他到時發展成怎樣 好的 我剛剛回應了 有蘇雞 你好